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上世纪香港因为影视需要 不仅有四大天王四大花旦等俊男靓女 还有着与之其名的四大恶人 说到香港四大恶人 这四个字或许很多人不熟悉 但一提到大咪傻镖大傻 这些京城起邪恶半边天的名号 立马就可以想到那几张邪恶的人物 如今三人已去世 只剩下个圆圆鼻头表情凶恶的傻镖黄光亮了 1958年黄光亮在香港出生 他家中有五个孩子 但家境并不富裕 一家人挤在小小的连租屋里 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母亲期望黄光亮能靠念书走出一条路 但他的心思不在读书上 13岁读中学时 还因为在学校闹事被开除了 被母亲知道后 黄光亮便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离家去外边闯一闯 黄光亮认为母亲的思想太过狭隘 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太过胆小善良 一直不敢踏出自己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所以只能永远住在那么小的地方 但他不想和他的父母一样 可黄光亮没想到社会是残酷的 没有一技之长 并且学历不高的他 开始连肚子都不能填爆 饿惨了只能去打打小工 干什么能混饭吃 他就去干什么 可以这么说 72行每一行都有黄光亮的脚印 就连灰色地带他都曾踏足过 到底藏摸爬滚打了多年以后 黄光亮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本领 也正是因为这些经验 他才在1983年被导演李修贤看中 去客串出演了摩登衙门里的一个小混混 这个角色对于黄光亮来说可以说是本色出演 所以导演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 接触了演员这个行业后 黄光亮仿佛看到了希望 他再也不想过从前那样暗无天日的日子了 于是毅然决然地进入了演艺圈 当时警匪片与黑帮片流行的香港 正面人物都需要一些丧心病狂的反派人物来衬托 而拥有一个圆圆的大鼻头满脸横肉 并且身形高大的黄光亮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之一 出演完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后 次年黄光亮再次出演了《省港奇兵》中的一个小混混 虽然在这部剧中他的角色戏份并不重要 但还是为他积累了不少经验 也为他之后的戏录打下了基础 1987年《监狱风云》的绸拍 定好的正面角色是凭借英雄本色人气再度攀升的周润发 与当时正红的梁家辉阵容无比豪华 黄光亮瞧准了这个机会 而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功获得了电影中的傻标一决 这个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而是一个十分有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一个形象 因为演技出众再加上角色的人设加持 《监狱风云》一经播出便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饰演傻标的黄光亮也一炮而红 不仅如此 这部电影还产出了包括他在内的香港影坛著名的四大恶人 何家居 陈奎安与李肇基 黄光亮便是凭借傻标这个角色 获得了第七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这不仅是肯定了他的演技 更重要的是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黄光亮靠傻标翻身之后 邀约便多了起来 他先是在女子监狱中与郑玉玲冯宝宝合作 1990年还参演了喜剧电影《开心鬼就开心鬼》 搭档黄百明 杨宝玲在其中饰演了一个猛蠢猛蠢的丧彪 1991年时 黄光亮再次出演了《监狱风云2》中的傻标 同年还持续输出了另外两部影视剧 可以说是全年无休的状态 忙碌也充实 虽然在他这些电影中饰演的角色 大多都像傻标的眼神 但黄光亮一直乐在其中 成为了香港黑帮片的黄金配角 也是不可缺少的绿叶 之后在演艺界打拼了9年 并获得成功的黄光亮 蒙上了开公司的想法 并在不久之后和朋友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 1992年 他就自己任监制 拍摄主演了电影《何日金再来》 可惜的是这部电影上映后票房平平 没什么水花 刚开始黄光亮还想放弃 他虚心向多位导演请教 之后陆续推出了电影《叠影追凶》 三个受伤的警察 但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 公司没过多久就宣布倒闭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 香港的警匪片逐渐没落 黄光亮的演艺生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从2000年开始 他几乎只在喜剧电影或综艺节目中露脸 眼看着影视行业不太景气了 黄光亮便把做生意的想法打在了木材生意上 后来他在内地开了一家木业的有限公司 但却在2010年被爆出 拖欠了供应商近千万的货款 被拖欠款项的人 更是拉着横幅到公司门口去闹 这一件事情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几乎满城风雨 但黄光亮那方却矢口否认 并称事情交集由律师及警方处理 这件事情后来再也没有搬上台面了 虽然黄光亮的生意头脑不是很好 但他与妻子的投资 进口生鲜批发生意 却一直做得如日中天 夫妻二人的生活也相对好了起来 之后黄光亮也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开始享受生活 直到2013年他收到邀请参演电视剧 老表你好爷 与郭靖安 王祖兰 万奇文合作 黄光亮在其中饰演王祖兰的父亲 一个他为数不多的老好人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 因为王祖兰有着和他相似的原鼻头 和相似的五官眉眼 还有一度被媒体造谣 认为王祖兰就是他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但其实这个传闻早在他们合作之前就有了 王祖兰还被一起共事的其他演员误会过 认为他的父亲就是黄光亮 虽然后来他澄清过 但因为当时和黄光亮没什么交集 所以一直没什么作用 这次合作后 两人便一起澄清 称他们只是长得相似而已 现实生活中的黄光亮虽然已经结婚 但却一直没有子女 所以王祖兰不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些事情 后来在公共场合 他们经常以父子相称 虽然不是亲生 但却情同父子 而黄光亮这次之所以付出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拍摄完《你好老表爷》之后 2014年 黄光亮再度与王祖兰合作 出演了他的姊妹片《老表你好黑》 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嫌 这次他们没有再出演父子 之后黄光亮在影视剧输出一直很稳定 保持一年一步的频率 2015年时 在电视剧《以和为贵》中 他再度露面 饰演了一个忠肝义胆 知恩图报的角色 那时的TVB渐渐没落 香港本土剧也慢慢不像之前般制作精良了 甚至一直在引进内地电视剧 香港艺人也大都选择去内地发展 就在众人都以为香港本土剧就止不于此事 2016年黄光亮和郑泽氏主演的电视剧 火线下的江湖大佬临危受命 要求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 而他们也不负众望 这部电视剧在巅峰时收视率达到30个点 也算是挽救了那时的TVB 也因为这部剧的大火2018年他还推出了他的情侣片 果兰中的江湖大嫂 黄光亮在其中饰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可以说是香港影视界 演艺生涯中最长青的恶人了 因为其他恶人都没有他这般好运 大傻程奎安早在2009年便因病失事了 四大恶人之首的何家居也在2015年病逝 姬哥李兆基因为肝癌扩散 在2019年不幸离开了 他们三人都没有扛过70岁的大坎 现在四大恶人中 只有黄光亮仍然健康的活在世上 如今居里李兆基离世已经三年了 而黄光亮也已经64岁了 他的面容在岁月的洗礼下变得越发和善 现在的他依旧奔走在拍戏的途中 或者来内地接一接商演 只不过因为年纪的渐长 次数减少了很多 闲下时黄光亮的身影 还会出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他喜欢发一些自己唱歌的视频 看起来身体硬朗 中气十足 精气神都非常好 或许因为香港影坛的没落 很多像黄光亮这样的人 渐渐被时代遗忘了 很多年后记起来 也可能只有那一两个主角 但对于他的影迷来说 他一直都是荧幕上最佳的演员 即便过去了很久 依然会被记得 时过境迁 黄光亮已经鲜少在舞台上出现 当初的四大恶人只剩下他一个 多少令人唏嘘 最后希望黄光亮能够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在他热爱的事业上 行至巅峰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远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